一位大米族的漁夫 正在向一群来自丹纳河岸沿岸聚落的小朋友解释 怎么捕鲑鱼 划穿下水 亲身体验 教导下一代怎么捕抓鲑鱼非常重要 这位是九岁的Selma 努力学习这项传统技能 喜欢使用鱼竿钓鱼 画面上看到的是七岁大的Vincent 来自瑞典南部 和家人一起住在汤纳河流域 对父母而言 带着孩子一起去捕鲑鱼 是很重要的生活课程 这位来自瑞典 却已经在汤纳河捕了22年鱼的渔夫 也注意到 当地的小孩和年轻人 几乎很少再到河边捕鱼 9岁的Selma这次没有钓到任何的鱼 不过也许下一次就会有鱼上钓 热心教导孩子的渔夫相信 会有更多的年轻一代 像Selma一样乐于学习 不大的鱼直接处理 去骨就能食用 新鲜又营养 现代化改变了许多生活方式 也让萨米人的鲑鱼文化逐渐视为 记者读戏 卡洛 编译